這方面也帶大家來關心 今天來說風場還是吹西南風 所以今天尤其在南臺灣 在白天時間 還是容易會有一些零星短暫降雨的發生 那至於北臺灣 東半部是處在背風側 所以今天來說相對是比較悶熱 白天高溫都可以常看到三十五度 三十六度 來看看這一週的天氣上面的變化 在明後這兩天 水氣是稍微減少了一些 東半部大多維持晴朗穩定天氣 但是在西半部 尤其下午時間 還是要勝防容易會有一些 午後雷震雨發生的狀況 至於到了週三到週六 水氣會開始慢慢增加 環境的不穩定度也會開始提升 所以降雨範圍也會再開始跟著擴大 一樣也是各地區 在下午時間山區還有在零星平地 都需要勝防容易會有一些 短時間長降雨 甚至容易會有一些 劇烈天氣的發生 我們來看看這幾天 溫度上面的變化 那北臺灣今天處在背風側 所以高溫上看三十五度 三十六度 至於到了週三開始 水氣會開始慢慢地增加 那尤其北臺灣下午時段 像是在午後的山區 還有在鄰近平地 還消算防容易會有一些 午後雷震雨發生機率 白天高溫稍微往下掉了一些 大約是來到三十一三十二度 那在中南部這幾天的天氣狀況 也來關心 中南部這幾天的風場 都還是垂西南風 所以南臺灣朋友 可能還是要再忍耐一下 這幾天尤其在清晨的時間 還是容易會有一些飄雨 到局部陣雲發生的現象 那在中部沒有下雨的時間 還是偏比較悶熱 下午時段高溫 可以上看三十二度 三十三度 週三開始水氣又會開始越來越多 一路影響到週末的時間 所以一樣也是在中南部 給了一個下雨的符號 主要都是在下午時段 像是在山區或者是鄰近平地 海上森房 容易會有一些五戶雷震影的發生 那甚至也不排除呢 會有短時間長降雨 甚至是劇烈天氣